游听一下 我现在是来到了泰州的凤城河风景区 这个凤城河其实就是以前古泰州的护城河 是绕着以前的这个古城 城翻形状态的 这个河的平均宽度 大概是在110米左右 是我们国家保存的 最为完好的古城河之一 它整个面积大概是在86万平方米 这边上的是有一个观景台 前方还有一个亭子 有这个曲桥连接着的 凤城河两边 这个高楼大厦也是林立 那边应该是商业广场 是贸易时代广场 这个地方风景还是挺不错的 这会儿我就准备是沿着凤城河逛一逛 在这路边还有一个甲山 在凤城河风景区周边 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护城河风观 这里还有这种道教文化 佛教文化的一些区域 还有三叶街 范围挺大的 这个护城河我估计是后来重新扩宽的吧 一般护城河是不会有这么宽的 就包括这种都城里面 那个护城河都没这么宽 现在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我刚才就是从那边前面的庭子一路走过来的 走到这个位置 这里是有一座桥 这座桥是叫迎春桥 在这个桥上面还有观景台的 继续往前逛逛 这桥洞里面还挺古色古香的 弄了一些金具的画像在这里 这些金具的画像挺门的 涵盖着金具里面的生蛋静默筹五绝 出了桥洞 前面这里就是木栈道 咱们看一下河对面 对面那边是有一个阁 但是隔得太远 咱也弄不清楚 那是一个什么隔 这里我觉得早上和晚上 出来到这里灌一灌 挺好的 这个时间段 太阳直接晒 还是有一些热的 木栈道折道头 这里出不去了 还被封起来了 还得往回走 就先拍摄到这里吧 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收看我的视频